三哥 车准备好了 人可靠 谢谢啊 好好好 你这不是一种我东西的豪雄 应该 就这种 快点 你怎么不开车啊 去哪儿 不是说好了吗 是说好了 送你去阴曹地府 捅粮 我 痛苦 两个 兄弟对不住了 对不起 会我 不需要 不需要 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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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科长 你们这么晚还出去 有任务呢 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室里 所有的洗衣中心 打击 黄色分罪 我先走了啊 走 走 等着 你们人手够吗 骆队 这我可做不了主 我哪敢调解你们刑警队啊 我这是想帮你的忙啊 你别以为我们刑警队 只管抓杀人放火的 你们这治安联防 我们也能搭把手啊 别不给面子 我这是倒贴着帮你的忙呢 那不是说让你们 停止执行任务吗 你现在让我去跟卫局要人 这不得合适吧 停止是说停止刑警队的工作 没说不让刑警队 去管治安联防啊 对不对 那兵贵神速 你看我们刑警队 个个都是金兵强将 打飞扫黄的事 不到半宿就全搞定了 那这功劳还是归你们 对吧 你看我这够无私的吧 怎么样 呦喂 我这小面非要进大房 真折杀我也了 你就别磨叽了啊 任务要进 赶紧找卫局去吧 那我试试 好吧 快去 我看过来 我看你真的是二三五三三五四五 咱们快去吧 你 pandemic 你还因此来 我才是因为我 都会有什么 这个 那个 你不不为人 你别炫我啊 走 一分钟也别停 离开着 哥 我还能回来吗 好 好 我听你 是罗军的主意吧 放着刑警队不去办案子 去扫黄 他这是拿来损我呢 确实人手不够 没别的意思 就你 没有罗军在背后撑腰 你敢打刑警队的主意 我不让他执行任务 所以要调查他 他就偏去 逼我就范 他这鬼主意 我还不清楚 那您到底是给去 还是不给去啊 我这边缺人啊 这马上就要出发了 罗队说了 前半小就能够挪好了 露下了吧 自己招了 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老军啊 你还有什么花招使出来吧 我不让你去办案 你就把一只脚 伸到人家 治安科那儿去了 微觉 这是援助 我们的工作是工作 那人家治安科的工作 就不是保卫国家 保卫人民了 都是警察嘛 扫黄也是警察的 责任和义务 对不对 这不算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你跟上边也好交代 关键是 先让我们刑警队动起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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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我就知道 你想名正言顺地 派你人出去办事 这样吧 今天晚上呢 你想跟着去扫黄 你就去吧 不够有一点啊 今天晚上的指挥 是你那治安科长的 不是你罗队的 省了再捉岔子 好好好 收到 收到 去吧 我先去了 记得 我是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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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我 好你的小杨 一次换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你以为你谁啊 你到底心里还有没有我啊 我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呢 我不说了 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在执行任务 你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哪儿 你不回来是吧 那我去找你 你到底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啊 你爸妈还以为我知道呢 我都不敢说我不知道 你看你办的什么事啊 程老板 你想啊 来干吗 进来吧 里面有人啊 哥哥我刚泡了个马子 行吗 行 我们蒋老板让我过来看看你 怕你出事 你们蒋老板怕我出事 你回去告诉你们蒋老板 我们的事儿什么时候你听下来 我们的事儿什么时候你听下来 我来华州多长时间了 再怎么听 我不如到别的地方找卖家 我们的事儿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我们蒋老板 你想早点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可谁知道中途出了意外呢 这华州就不是什么风水宝地 这华州就不是什么风水宝地 我大哥就是在这儿栽的 你们现在还一样栽栽栽栽栽栽栽 回去告诉你们蒋老板 我没这耐心 行 那我回去告诉我们蒋老板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那回去吧 可以 不好意思啊 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害得大家还要陪着我重路 你身体不好 要是不舒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会照顾你的 谢谢 刚才跟谁打电话呀 那么生气 还不是我那个男朋友啊 好久都不见人影了 说是在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不知道他在干嘛 闹心 做刑警的都应该挺忙的吧 可是再忙也要有个音讯啊 怎么能老是消失吧 我送你 什么样东西 我帮你 尽管了 你什么事儿 你 dont走 你还是大噶 这样子 警察 李警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警察 来 帮你上车 警队 人意到齐 好 放着他 站住 站住 看住他 带走 站住 站住 你跑什么呀 怕 怕 怕你还跑 警察 同志 我这也是第一次 我当然怕被你们抓 哪人呢 东岭 不 川岭 是东岭还是川岭 川岭 李虎 这是你的身份证吧 对 李虎 川岭勾子村 对 你不叫李虎 你的这张身份证也是假的 我说的对吧 Fed 火 Heaven 事情 �处理 收回 大浩 冬良瓢场别弄到橘子里了 什么 冬良瓢场别弄到橘子里了 李虎 罗队 早上保安发现的两具尸体在这边呢 这两个人的死因都是窒息 颈部有明显泪痕 死亡时间没有超过48个小时 死亡时间没有超过 死亡时间没有超过 死亡 bands 死亡 Halloween 死亡时间 No home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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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裢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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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队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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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信用你自己教的 你的朋友叫方亮吧 你别以为你不说 我们就没证据 你手上的换换怎么来的 我 您会疏 您不跪行 您不跪行 您闻到的上脸 您如果您不跪行 您否认识 您不跪行 哪个小时 您不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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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现在我陪你去医院 好好的 我又没病 我去什么医院啊 你现在该好好调养身体了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没有这功夫 我要生孩子 那孩子是你摘上那东西的时候 怀上的 医生说它是个畸形 好且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你根本就不适合要孩子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真搞不懂 你干嘛一天老盯着我这个孩子补放 我告诉你 这个是蒋红斌的孩子 我不是你 他的孩子你要不要跟我没关系 我要定了 我没你这么冷血 你不能要这个孩子 我会送你去把那东西戒掉 你疯了 愿意去你自己去 孩子已经死了 昨天在你那杯饮料里 我放入了杀死胚胎的药片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要带你去做轻功手术 孩子肯定是你 不 这不可能 信不信由你 好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真的 昨晚贾红斌的手下进了小杨的房间 幸好没被抓到什么破绽 贾红斌看来很怕失去这条渠道 也怕被我们盯上 现在他派人跟着小杨 就怕有什么闪失 看来他对小杨并没起什么疑心 让小杨继续催促他交易 尽快取得证据 但是局里 现在让我们暂时停止执行任务 我们也不好用局里的车和设备 我们试试不了对小杨和蒋红斌的监控 这样对小杨的行动会造成脱节 这个委屈 该放假的时候不放假 不放假的时候呢 让咱闲着干着急 对小杨继续催促 喂 罗队长呢 是常小姐啊 你好 这阵子我实在是忙得一塌糊涂 你约了我好几次我也没顾上 没事 我知道你工作忙 你不好意思多打扰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给我个电话 我们见个面 好好好 我有了空一定给你个信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这刑警啊你也知道 这有空没空真是没准的事 我们这没白天没黑夜的啊 你就多多原谅吧 我知道 那我等你的信了 您先忙 再见 好 好 再见啊 已经没有新管波动了 已经没有新管波动了 陪他已经死亡了 陪他已经死亡了 谁啊 你干嘛呢 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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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周欣 你快出来 周欣不在 你要干嘛 周欣不在你听不明白啊 你干什么呀你 孩子没有了 咱们的孩子被他给斗死了 什么孩子 你重新找茬是吗 赶紧走 走 周欣的恨你 你知道吗 他不会给你生孩子的 他也不会让别的女人 给你生孩子的 他明明知道我怀的是你的孩子 可是他却笑话 瞎了把他给害死了 你知道他有多狠吗 多狠啊 冯瑞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那是你的孩子 听清楚了跟我没关系 跟周欣哥没关系 你赶紧我走 你干嘛那么狠呀 这是你的孩子呀 是你和周欣在疯了 滚 滚 滚 你们这是杀人犯 你还我的孩子 还我的孩子 你还我的孩子 你还我的孩子 你们这是杀人犯 杀人犯 鲸鲸 thin 离 居然 要不多 要先 frequencies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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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 我 赶紧松松开 李公子送给我的礼物 我收到 李童啊 咱们俩是朋友 好朋友 这何必呢 你说你有什么 你怎么不能跟我谈 你给你爸爸插一个 秘书长 我红冰啊 没什么事 刚刚把你们家李童请过来聚聚 你别担心了 你等一下啊 爸 我是李童 你千万别我 秘书长 不用担心 我跟李童是好朋友 我们就是拒绝 没什么事 我劝你别报警 你也可以报警 你要是相信罗军 就别相信我 你如果相信我 就千万别伤害咱们之间的感情 李童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李童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我可以保证你放心吗 这样 李童长 我请你喝茶 咱们见面聊 好吗 找到地方见 再见 再见 我 我知道 你一直不求我办事 不是不要我办事 这一天终于来了 说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 前提是 我要我儿子的人身安全 蒋红冰是做什么 我不关心 我欠你一句老话 人情死铁假死铁 官法如炉真如炉啊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儿子和你 让我办什么事 领导不愧是领导 说话真有水平 能为送您一句话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我是个有文化的 生意人 我会保证李同的安全 处理完这件事 你走你的阳滚岛 我过我的东部桥 你要瞧得起我 咱们出来喝喝茶聊聊天 你要瞧不上我 我绝不打扰你 说吧 说吧 把这个人从居住所里 给我弄出来 把这个人从居住所里 把这个人从居住所里 给我弄出来 把这个人从居住所里 江湖病 我不能做 这事已经超过了我的底线了 好 我不勉强你 不过有什么变化 尽快通知我 最好的今天 好 好了 都干净了 慢点起来 这样我能给你拍点消炎药 除去一定要按时吃 防止被感染了 你来了 我的孩子没了 这回你高兴了吧 你这个蛇息心肠的女人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孩子 你明明知道这是冰哥的孩子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还要缠着他 来折磨他 你还要来折磨我 如果我告诉你我爱他呢 爱他 你爱他 你会这么做吗 冰瑞 对不起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我爱的人 不是蒋红冰 而是别人 但我发现我错了 我不是个麻木不仁的人 他对我怎么样 我心里很清楚 他唯一爱的人是我 也只有我才能改变他 我们之间的情感你是不会懂的 我一直在劝你 让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只会给你带来伤害和痛苦 我们之间的事不应该把你给卷进来 不管谁对谁错 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冯瑞 你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 我祝福你 你撒谎 你就是自私 编织了这个荒谬的理由 来掩盖你的罪过 你就是个杀人犯 你就是个杀人犯 你要干吗 我要杀了他 我要报仇 赵 王志赵 赵 赵 不赵 是不不赵 我给你机会了 从今天起别得让我见到你 你在我这儿已经死了 你们都是杀人犯 你还我孩子 还我孩子 我梦 哥 董梁怎么办 怎么办 那老家伙不答应你 不过我倒不担心董梁 他是嫖娼进去的 顶多就是拘留罚款 最近我们的生意少了很多 尤其是姓邱的出了事以后 警方把这块钉得死死的 我知道 这都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跟姓邱的合作成了 我的目标 就不仅仅是华州这块地盘 这姓邱的有这么大的难 我们会员琢磨 他渠道多 强强联合呀 对谁没有坏处 他不会不想到这一点 请问那边怎么样 他还在等着 不过好像他有心着急要走 老人催着我们赶紧把车办了 我们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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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老板 太委屈你了 跟兄弟们这种地方一块喝酒 太委屈了 等我要是有了钱 我请你去大酒楼吃 咱呢 就吃贵的 不吃好吃的 什么鲍鱼龙虾 先来他二十个 慢慢吃 兄弟们在一起就是缘分 不讲究在那儿 其实以前呢 我们也经常在这种地方喝酒 你看 也是从小打小道开始起步 来 喝 喝 熊老板太看得性了 了不起 跟我们老大一样 都是做大事的人 看起来 你很崇拜你们江老板 看起来 你很崇拜你们江老板 那当然了 我们大哥啊 人长得帅 又聪明 对兄弟啊 有人意 跟他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见过他办不成的事儿